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 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 自此中國反制美西方的無理制裁有更豐富的法律依據 實際上橫向對比其他國家 制定相應的反制裁法規是一種通行做法 2018年俄羅斯通過了 《關於影響反制美國和其他國家不友好行為的措施的法律》 2020年伊朗政府宣布執行反戰略制裁法 另外英國、加拿大、奧大利亞等國 軍心對美國的制裁制定了相應的反制法規 可想而知《反外國制裁法》的通過實施 正是國家意志的直接體現 在過去的一段時代裡 中國遭受美西方個別國家私家的制裁措施 有很多都源於香港問題的政治博弈 當國家以立法的方式反制外國制裁的時候 香港作為國際政治博弈的前線 更需要檢視自身的站位 省視不遠將來的威脅 對國家意志進行貫徹 從法理上來看 香港承接《反外國制裁法》 完全具備可操作性 全國性法律可以通過 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的方式 在本地公佈實施 就算不列入原有法律 香港仍然具有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內 訂立相關法律的權力 從發展上來看 《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施行有它的樸切性 在有眼看的未來一年 圍繞即將舉行的3場選舉 以及收益風波以來諸多罪犯的審判問題 美西方勢力再次實施制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香港經歷過去兩年的猶豫及志 應該逐漸看清從中吸取經驗 及時做出應對措施 全港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也表示 《反外國制裁法》是反制外部干預的法律武器 香港有必要作出配合 當《反外國制裁法》正式施行 在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下 香港必然要有所行動未與籌謀 與國家站在一起 共同維護國家正當利益與長短發展機會